好 接下来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志远 这个星期刚刚从中国西安探亲返回美国 现在正在家里自我隔离 那我们请他通过电话来介绍一下 他所见到的第一手见闻 志远你好 好 叶凡 那你在西安看到的情况是如何的 是否已经部分的封城了 公共交通是否还在运营呢 西安没有听到明确发布封城的公告 但实际上这个城市已经是彻底的瘫痪了 公共场所 街边的商店 还有影院 公园都已经关门了 然后街上车辆行人也非常的稀少 西安已经有一些小区和居民楼被封 因为发现有确诊的新冠病毒的肺炎患者 被定义为疫区 就是比较重灾区吧 一些干部受到了免职的处分 比如说说到公共交通 是大部分公交车都已经停运了 然后个人的自由出行是没有受到明确的限制 但是是越来越困难 一些封村子的 封楼的 封小区的情况是比比皆是 来访者呢 如果是走亲戚的手里提的什么典型盒什么的 一律被集至门外 要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就是要有登记啊 身份证啊 电话啊 访问对象啊 所有这种信息都要一一登记 还有量体温 另外呢 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呢 也是春节期间是不收费的 但是有警察拦车检查 主要是查体温 对外地车牌的这个车呢 特别的严 就是有的就是被挡住 让走了 然后那个机场呢 出关的时候是 肯定是要检查体温的 但是从机场出来的车辆 人全都在停下 然后再逐人逐车的这个量体温 情况非常的严峻 看气氛还是很紧张的 那一些这个商家 比如说酒店啊 餐馆啊 最重要的是医院 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营业呢 医院现在基本上 从这个新闻报道上看是人满为患 这个像那个酒店啊 餐馆啊 大部分都已经停业了 那个即个别营业的 这个餐馆呢 就是说 主要有的是只是开一个门窗口 让外卖 就是特别有名的那种餐馆 但是一般的餐馆都关门了 像酒店住宿的春节这个 什么宴会啊都取消了 有的酒店呢 就把那个住宿的客人呢 强行赶出去 就说已经停业了 就把客人要出去 不能住了 就是人家住的 别人是住的住到10号的 但是他几号以前他就把人就赶走了 就当时就马上就不能住了 就关门了 然后酒店的那个餐厅呢 原来他们都是靠那个餐厅营业赚钱的 那么那个酒店的那个订餐的人都取消了 所以酒店呢 也把那个新鲜蔬菜呀 鸡蛋呀 豆腐啊什么都摆在大门口卖 零售处理 然后呢 这边的小摊什么的 也是基本上都是都歇业了 然后到处呢 都是这个标语 新发下来的大鸿湖的标语 就是宣传这个大家要待在家里边 或者说是抗这个疫情的这种新的标语 那由于这个旅行也中断了 交通也不变 那对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几大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现在呢 就是原来春节呢都放假了 这个在城里的帮工啊 或者是在家里做保姆的那些人呢 照顾老人或者是病人 病号的那些人呢 都回家去探亲去了 那么现在呢 过完年了 那么这个这些人呢都回不来 因为公共交通呢 现在是个问题 另外呢就是 现在小区里边的大部分都被封闭了 像居民楼啊什么都没 很多小区吧 每家只允许一个人 出门购生活品 就是两天呢 给你发的门卡 然后两天呢 只能有一个人出门买一次东西 如果你忘了买了 也不能再出去了 造成很大的不变 很多的不变 比如说防疫期间 这个有些家里人去世了 只能是把骨灰放在家里边 或者放在那个火葬场 不能搞什么就是悼念活动啊什么这些的 那个一些喜事也去暂停 结婚登记呢都推后 民间活动呢 就是现在是走心访友这种事呢 半年活动啊 一律要取消 就是说在那个微信上呢 也是宣传大家都待在家里边 待在家里边啊 就是爱国 是不是 家里要有一个儿冲 也不往这个商店里面冲 就是这样的 好 非常感谢志远为我们做的介绍 COM McC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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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